AI教父黃仁勳昨天台大體育館一起化 讓今天台北股市出現了大爆發 一大堆股票都攻上漲鈴板 他所提到的NVLINK 數位嵐生技術 機器人 這些裡面隱含著很多標股 誰會是所羅門第二呢 另外他也提到下一代的架構叫做Rubin 這樣的一個架構能夠帶動 什麼樣相關的標股 陸陸續續都能夠跑出來呢 都會在今天節目跟大家做分享 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各位投票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Wayne老師 今天是6月3號星期一 一個禮拜新的開始 也是6月份新的開始 就出現大漲開門頭 太漂亮了 代表整個6月份的行行 我想是相當的看好 沒有任何的懸念 今天的一個大盤盤中一度漲到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表現相當之驚人喔 漲到了2161 這今天喔 會讓大家覺得很驚豔啊 黃仁勳一開口 對不對 把禮拜五 這個相關科系類股表現不是那麼漂亮 一掃陰霾 完全出現了一個大漲特漲的一個走勢喔 那我們特別來看一下 我們的一個盤前標股戰報 Wayne老師在盤前跟各位講了什麼 這個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喔 今天早上 我發文給我們所有的粉絲好友 我跟所有的粉絲好友講了一件什麼事情呢 黃仁勳星期天台大的演講 非常的精彩 那我認為有四大標股密碼在裡面 大家可以做留意 比如說AI伺服器的NV-Link的技術 以及數位軟身模型 這個會用到虛擬工廠 他有去講 再來機器人以及自動駕駛 這個四項是我認為的標股密碼 當然回到股市啊 道瓊禮拜五是大漲581點 可是因為道瓊其實漲的大部分都是 所謂的傳產類股 或者是金融類股表現是比較多的 沒有那麼樣的一個強勁 可是費城半導體是下跌喔 下跌0.96% 輝達也是跌了0.78% 台積電ADI也跌了1.24% 不過我跟大家講一個重點嘛 台紫期夜盤反彈了多少 反彈了65點 所以我今天不就大膽的跟各位預測什麼 今天的大盤會呈現開高走高 開小高走高啦 沒想到今天開盤啊 比我想的還要強啊 各位完全正確吧 開高走高至少有命中80%到90%以上嘛 還有很多人會跟你講 哎呀今天不會漲啦 會開高走低啦 對那完全不對嘛 我們早上開盤之前 盤前的發文 我就跟大家來講 是不是出現開高走高 那操作部分 你要怎麼去注意 要操作什麼樣的一個股票 你要等待什麼 操作中小型股票你要有技巧 為什麼 因為昨天黃仁勳那個背板 哇 那秀出來四十幾家公司啊 超過十幾檔都漲停板 開盤就漲停板 你連買都買不到 對不對 夠嗆吧 夠厲害吧 所以我說啊 你現在操作這些中小型股 你要有技巧 你要等待低檔轉強的 或者是回撤技術面下檔支撐 再來做逢低競上 你現在策略有兩種 第一個 他可能剛剛轉強的 那你可以做切入 第二個部分 你要等待他什麼 可能之前已經先漲了 那你要等待他回檔 稍微震盪整理 再來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我覺得是比較妥當的 所以我們這個盤前發文 那大家當然問啊 我去哪裡看這個盤前發文 好就回來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LINE的帳號 在這個地方 大家多做參考 我覺得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這個QR Code的部分 可以把你手機的照相模式打開 掃描它會出現一個條碼 點進去 你一樣可以加入 威恩老師的LINE 好 我們再回到畫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早上 發給我們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發給所有的我們的 威恩老師的粉絲們 跟大家講的這件事情 所以你今天行情會很有概念嗎 我兩個禮拜前我就跟各位講 我們就只看AI股 其他我們通通不看 航運我也不看 觀光我也不看 船產我也不看 重電我也不看 生技我也不看 我只看AI 兩個禮拜前我就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是不是驗證 所以你就會發覺 為什麼我們最近的陣容 全部都跟你講AI股 已經連續講兩個禮拜了 到今天你不會有一種 對不對 威恩老師真是事先預告 事後驗證 沒錯吧 好我們再往下看 來當然看今天的盤面 今天的盤面 其實在上個禮拜 連續回檔之前 我也有提醒大家 我等一下會拿證據給各位看 5月28號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 大盤的短線乖離過大 那個正乖離到4%以上 我覺得有一點過大 所以不建議各位再追 你要小心回檔 有沒有真的回檔 回檔下來之後 我跟你講這個盤指數 不會差到哪裡去 但是個股會漲很多 對不對 到今天你會發覺 威恩老師你好像又預測正確 對吧 對不對 我們不斷地跟你預測 不斷地跟你驗證 不斷地跟你預測 不斷地跟你驗證 其實你放眼整個所有分析師 沒有一個人做這件事情 我們盤前跟你預測 盤中跟你預測 盤後跟你分析預測 就是不斷地預測 印證 預測印證 對不對 沒人敢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太難了 我說真的太難了 可是為什麼我們能夠做到 我敢這樣做 因為我能夠拿出我的專業度 給各位看 我能夠拿出我們的分析 有所本的給各位看 對不對 所以你看從早盤的盤前分析 我就跟你講會開高手高 各位對不對 上個禮拜 禮拜二 我就告訴你 這個盤 短線上面 乖離過 當然會拉回 是不是拉回 那你再看 今天的盤中的發文 各位你再看 這是今天6月3號 盤中的發文 那我們跟大家講了什麼呢 對不對 我說今天盤前預告 完全就是AI股領軍 是不是完全驗證 完全驗證嘛 對不對 難道不是AI股領軍嗎 當然是嘛 所以你看我們盤前預測這些股票 像銀廣 齊陽 羅森 新鼎 協議機 典範 新日興 尹漢 順德 義登 索羅門 宏義股 蒙利 廣民 安景 其實表現都非常好 那當然這個都是我們這段時間跟大家追蹤過的股票 其實都講了一到兩個禮拜 不一定啦 有些講了兩個禮拜 有些講了一個禮拜 那有些是最近幾天才開始講 所以我們每天的LINE的文章 大家都要去follow它 我盤前會發 盤中會發 盤後會發 你要去follow我們的文章 你才能夠知道 每一部最新的消息 我們最新的看法 最新的動態又是什麼 好 我們再回待 所以你看今天盤中 中午的時候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什麼 尾盤資金留意重點 留意立端 留意城企 留意企有 河村 秦城 你留意這幾檔股票 各位沒有錯吧 那你可以做驗證 你12點如果你看到這個訊息 對你有沒有幫助 我相信一定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對你看一下 立端 切入什麼 切入所謂的 訂閱式的網安服務市場 那我覺得 立端這檔股票就很特別 因為之前它 呃 層級很久都沒有動 今天它突然跳空大漲 跳空 震盪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我們黃仁勳 點名啊 點將對不對 點鼓啊 點到它 然後馬上就漲停板 而且它獲利很好 公司獲利很好 我覺得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大家去留意 立端 它後面才有機會 再來2425的陳喜 它跟輝達合作RTX40 就是說它的顯卡 裡面它有做合作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講完之後 是不是拉到漲停板 你都可以回去看 我不用再截圖了對不對 我覺得截圖有點矯情 不需要 你現在可以按暫停 你去看 12點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訊息 然後你看到這聖誕股票 對你有沒有幫助 對不對 來我們再看 企有3356企有 企有在美國的這個 拉斯維加斯 這個ISC West 美西展展出最新的解決方案 其實企有就是比較偏向 資安監控 當然它跟AI也有做 很高深度的連結 很高深度的結合 所以也能夠讓它今天的股價 表現得格外的強勁 表現得格外的強勢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盤中的發文 那你看盤中的發文 你就是注意這幾個 注意這裡的 從這邊 在這裡開始 對盤中發文你就要注意什麼 尾盤什麼股票會漲 對不對 所有的投資朋友看 這麼多分析師 講白了 心裡只想知道一個答案 就是呢 今天會不會漲 然後呢 今天什麼股票會漲 明天什麼股票會漲 下個禮拜什麼股票會漲 告訴我這件事就好了 我相信所有的粉絲好友 內心深處 你心中的呼喊 心中的吶喊 應該是如此 那我聽到了 我也正在做這件事情 我知道這件事情不容易 但是我正在做 所有的粉絲好友都可以看 沒有一個分析師做這件事情 只有我這樣做 這件事吃力不討好 每天預測你有可能每次都對嗎 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去看 我們可以預測準確度非常之高 這個我每天都要花很多時間 研究分析理解 然後呢 預測剖析跑回歸 我才能夠把這樣的資訊 跟大家講 你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其實這個 你看到這文字 就看看 對 漲停這樣 我不是要跟你講這個 我要告訴你是我們背後的付出 你以為這些資料很容易就寫出來嗎 No 絕對不是 這我每天花多少時間 我每天在盤前多少時間 盤中我聚精會神 才能夠將這樣的資料整理出來 所以投票你去做注意一下 你看 這是今天盤中的法文 那你看 這些股票盤前的 你可以注意到這些股票 我絕對不是今天突然冒出來 講絕對超過一個禮拜 有些講兩個禮拜 你看像銀廣 對不對 典範好了 典範是今天早上才講 那你看夠不夠強 也是超強 齊陽 齊陽也講兩個禮拜 羅森 對不對 銀漢 新日新 這些股票 哇靠 真的超強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說 今天的資金幾乎全部鎖定在哪裡 全部鎖定在AI的族群 這個不用再多說了 那接下來你要注意什麼 各位這是重點 我想你接下來要注意就是我的文章 我每天都會寫給你看 你不用擔心 我每天都會寫給你看 你接下來要注意的就是我的文章 好不好 所以你再繼續看下去 那你看 我們回歸到台北股市 如果你看到是這樣 你的資訊是停留在5月31號的晚上 那你看到是這樣子 道瓊漲了581點 納斯達克小跌 費城半導體是跌了0.96 輝達小跌 台積電ADR跌了1.24 台子企業盤漲了65點 你能夠推斷出來今天會大漲嗎 很難吧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能夠這樣跟各位講 我昨天把黃仁勳整場演講 我把它完成看完 我就直接告訴 今天早上我就跟你們講 今天一定會大漲 各位對不對 沒有第二句話 對不對 今天開高走高 AI股為主 完全驗證 很多人可能還跟你說 今天傳散類股會比較強 那就是不專業嘛 對不對 你可能看到說道瓊漲580點 所以會跟你講 今天傳散類股會比較強 那就不對了 對不對 誰會看到費城半導體跌了1% 台積電跌了1% 跟你講今天AI股會很強 那就是沒有 你沒有在注意時事嘛 對不對 我們都注意啊 黃仁勳昨天講的 全球全世界都在關注的 我們一定要看嘛 好 所以你看 我們再回過頭來 5月31號 那個盤中 昨天的 禮拜五的尾盤 為什麼刷下去 為什麼禮拜五的尾盤會刷下去 我們跟各位講什麼 MACI嫉妒生效 盤中我們就講 中午我們就講了 尾盤有沒有刷下去 對不對 但是我也跟你講什麼 我禮拜五的節目 跟今天早上的節目 我都跟各位講 那個殺下去 你不要理他 很多人說 老師啊 量爆到6649億 完蛋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完全忽略他 你不要理他 他只是MSCI的季度調整 才會產生的爆量 他不是真正的爆量 他只是一個被動式的爆量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有沒有完全疑伸 我禮拜五下午我也講 今天早上我也講 對不對 我就跟各位講 不用講講很多 你看今天的盤 不就漲上來了嗎 而且是大漲特漲 狂飆啊 你看像今天的盤前發文 你注意看 今天的盤前發文 跟各位講什麼 銀廣 齊陽 有沒有 羅森 心頂 我都寫在上面 你看銀廣 我們跟各位講多久 對不對 以及轉強股票 協議機 典範 新日新 有沒有 我是寫在上面 那我們再看 再來 短線創高的 勵智 隱翰 順德 易燈 隱翰是什麼 六軸垂直 關鍵型的機械手臂 易燈是全球 第十大半導體 那主要是他代理回答 你現在要跟回答 要有link 你才會漲 現在行情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現在 他走到哪裡 就是 人肉漲停板 對不對 人肉漲停機 應該是這樣講 他走到哪裡 哪裡就會漲停 財神業 太厲害了 到處漲停 真的是厲害 這個是堪稱 前無股人 應該也是後無來者 不管怎麼樣 你看 我會把所有這些資訊 都整理在我們的文章上面 跟大家來講 有沒有 今天早上 6月3號的盤前發文 因為你注意看 今天也不是 所有股票都漲 雖然今天盤真的不錯 但是也不是所有股票都漲 所以那個選股 還是要有一些邏輯 我先跟各位講 你看像 所羅門 昆盈 宏益股 宏利 以及廣民 今天表現 其實也都相當 相當不錯 當然也不是說 只有漲的股票 有些股票也會震盪 比如說 你看 我是跟各位講 航運股票是創高 出量反轉 各位朋友 對不對 這個你要稍微去幹嘛 稍微去 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這個我都跟各位講 所以你看 5月31號盤跌下來 那我跟各位講什麼 5月28號 你注意看 我們就回顧一下 5月28號盤前 我們跟各位講什麼 技術面呈現的唯一疑慮是價格過熱 大盤跟24均線正乖離 4.03% 他過熱了 5月28號 請問在哪裡 就是這裡最高點 21937的最高點 我提醒你這個盤有點過熱 那我為什麼講有點 我不是跟你講 這邊要行情結束了 再見了 不是 你要注意 我所寫的每一個字 每一個用詞 每一個所謂的形容 都很重要 因為這個代表著我的感覺 我的情緒 對不對 就像現在AI機器人 很厲害 他那個Motion 那個感覺情緒動作 都能夠擬真 深層式 人型機器人 都能夠仿真 他能夠真正感覺到 你現在這樣的一個什麼 態度是什麼 所以你看 你注意看 有沒有 你注意看 我說什麼 唯一疑慮是價格 價格過熱 對不對 我有跟你寫說要大跌嗎 沒有吧 我是跟你講會修正一下 是不是就修正了 有沒有 會有技術性拉回來 5月30號的盤後發文 會有技術性拉回來 這是正常 然後你說 來來來 這個太重要了 太漂亮了 你說這個盤結束了嗎 我說還沒 5月30號 對不對 我說還沒有結束 每一個轉折點 你看我們在文章上面都寫給你看 每一個轉折點 我們都幹嘛 盡全力去抓到 因為這個是專業的表現 對不對 我們不是每天盤後跟你四後馬後跑 盤後跟你說 因為今天MAC在調整 所以他殺尾盤 然後今天盤後跟你講 因為昨天黃倫薰演講 所以今天漲 那沒有幫助 我們要在早上開盤之前告訴你 什麼股票會搶 盤中告訴你什麼股票會搶 今天走勢會開高走高 還是會跌 還是開低走低 還是會中間會震盪會轉彎 我們都要盡我們的權力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的文章 我們的Light文章是有價值 是有內容的 這樣了解嗎 你也會發覺 其實我也沒有寫什麼很多新聞在上面 貼很多新聞給你 其實沒有 因為那個你自己看就好 很多人都這樣貼嘛 你去看別人的就好了 我要給你的東西是 別人所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因為我把這些相關的資訊 文章 新聞 全部都融會貫通 然後告訴你結論 這樣懂嗎 什麼股票會漲 這才是你要的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看 5月30號的盤後發文 我跟你講 這是技術性拉回 對不對 我們都先寫了 我們都先寫了 來 3312紅一股 這個我5月28號我就寫 我等一下會證明 我們盤中 5月28號的盤中 我們就跟各位講這檔股票 對不對 其實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子 那你看 後續來看 這些股票其實表現真的都很好 包括銀廣 新鼎 奇洋 羅森 協議機 有沒有 實作工業 還有什麼 紅一股 那我 昨天 禮拜五跟今天早上 不是特別講嗎 它像這種高檔 你黑K的股票 你不要以為它這樣就死掉了 對不對 它是什麼 你只要能夠看到它 三日之內能夠創新高 它就會繼續再涨 那如果三日之內沒辦法 那它就頂多是幹嘛 頂多震盪整理 然後整理的時間它會拉長 我們就拿3312的紅一股所舉例 你看一下 朋友 3312的紅一股 是不是答案就跟我所說的 是不是一模一樣 3312紅一股 今天是不是馬上一架就收掌停了 所以我不知道跟你強調這種東西 只是說 我們把我們分析的邏輯跟你講 對不對 這些股票是不是都在裡面 有沒有 特別像5月31號 盤中的發文 中午跟各位講 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吧 中午跟你講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吧 對不對 5號 有幫助吧 再來這一檔 大家都在看的索羅門 對不對 今天還是很 還是創新高 因為它現在是分盤交易 所以它沒有漲停板 那也是合情合理 那不管怎麼樣 它是這一波台北股市當中 最強的股票 各位投票 對不對 你看索羅門 漲到這個地方 那你看那我是不是每天 長我也跟你講 疊我也跟你講 長疊不論我都跟各位做追蹤 這個就是你看 誰最早跟各位講AI機器人上機 就是我 記得嗎 我們更早之前 絕對不是兩個禮拜前 好幾個月之前 我就一直跟你講 機器人上機 它會是一個嶄新的 你看昨天黃仁軒的演講 完全驗證 對這個你就要是了解 他平常在幹嘛 你差不多要得出這樣的結論 這樣了解嗎 你看索羅門 你看這一段話最經典 我們跟各位講 索羅門跌破月線之後 是不是馬上漲停 來我們看圖卡 是不是驗證什麼 驗證我節目上面特別講 5月7號 很多人覺得這邊索羅門完蛋了 跑去放空他 跑去放空他 那我說什麼 千萬不要看跌破月線就賣出 你一看索羅門破月線 你看空他你去賣出 結果從90漲到183元 那個差距中間有多大 各位了解嗎 所以你看中間這台 你看像聯發科 聯發科 各位朋友 中間震盪 那無所謂 來 對不對 無所謂 1200 1300 都是很漂亮的價格 對不對 這個是波段持股的部分 大家都賺錢 沒有錯吧 再看來 震威 我講過震威 像中股票你要符合12大指標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量 千張 大戶 新價限 KD MSCD 融資 分公司 交易加速 外資投信 散戶 阻力 以及籌碼集中度 他們如果都偏向多方 這種股票一整理起來 就是多少 就是三成到五成 30%到50% 震威就是如此 各位贏廣記得嗎 當初他漲第一根的時候 我跟你講什麼 很多人說 這個投信都沒有買 我就跟你講其實投信 最近他沒買也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最近投信 績效不好 他也沒有很蠢 所以你不用跟著他買沒關係 對不對 你看今天銀廣已經漲了150幾塊了 是吧 好 所以這檔股票 這個就很重要 接下來這檔蓋牌股票也有一樣很高的機會 或是去複製正威跟銀廣的走勢 想跟上的 投票 想跟上這一台 這一檔私密的蓋牌股票的話 歡迎成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們帶大家一起來做切入 非常重要 這檔股票我覺得很有機會 再來說你看我們盤前的發文 有沒有 5月30號我也跟你講 紅一股 他買了55台GPU 然後齊陽 十全你看 今天十全是不是漲停 4967十全 我今天真的是夠厲害 創新高囉 131塊 很厲害喔 但是呢 你去想中間他整理這段時間 你耗了多久 你要去想 我們之前是賣在哪裡 來 我們之前賣在這裡 119我講過了嘛 對不對 我也很直接告訴你 我賣在這邊 後面我們沒有再買回來 沒有 今天創新高 漲停板 恭喜啊 對不對 你有的人還是賺錢啊 對不對 觀眾也賺錢 這是我希望的 對不對 你說老師你就賣掉了 119賣掉了 你要想 你要想我們賣掉去幹嘛嗎 賣掉之後 如果你有手上這些股票 你會不會 怎麼講 你會不會更開心啊 今天十全漲停 我也很替大家開心 但是呢 如果你手上股票賣掉 然後去換到這些 來 換到這些 你會不會更開心 時間效率 你懂我意思嗎 十全你報了 一個多月 終於漲停板 恭喜你賺錢 太棒了 但是我們已經賺到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這個是一個時間效率 當然這個人各有志 只是認同 認不認同的問題而已 所以接下來行情 我覺得還是會非常漂亮 看大家怎麼做掌握 積極度要拿出來 怎麼做操作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所以呢 接下來想要了解 盤面上面怎麼操作 怎麼動作 還有什麼股票 值得做留意的 都歡迎大家 加入我們的 Light的粉絲族群 那一樣的部分 這個地方可以掃描我們的QR Code 條碼出來 點進去就可以囉 好不好 那今天 為老師的節目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囉 祝大家操作順利 賺大錢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